杭州亚运网球项目中华队在今天总共有无偿比赛 那么率先登场的是女单李亚轩 在稍早的时候 他是以6比3 6比3直落2的好成绩 击退了乌兹别克的选手 晋级16强 那么下一轮的对手不好打 对上的是亚运的头号种子 也是地主好手郑清文 郑清文在今年的梅王女单 才打进了女单8强 可以说是实力相当的坚强 状态也非常的稳定 那么面对接下来的印象 李亚轩怎么看来听她的说法 这次会比较紧张一点点 就因为是代表国家 因为自己输个人输 反正没有人理你 对啊 所以如果说代表国家 就会稍微紧张一点点 我的紧张感比较会让我 比较兴奋一点点 比较专注一点点 对因为可能现在也不是 20出的年纪 所以可能心态上 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比较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毛躁 对 单打应该就先尽力打就好 因为赢了第一场之后 就遇到第一种子 就正清文 对所以 我觉得我就尽力打 李亚轩的女单寻求突破 她和梁恩硕的女双 也是力拼晋级 那么今天下午 包括吴东霖的男单 还有詹浩琪 许玉修混双 以及是梁恩硕和黄丛豪的混双 都将登场 那么外界预期这些赛事 中华网球队要晋级 没有太大的问题 以上是记者林敏珍 陈旭一在杭州 掌握的最新讯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